墨西哥展出外星人的事儿,大家应该都听说了吧? 虽然这两句遗憾的具体情况仍需进一步研究,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墨西哥方面计划通过听证会推动相关立法工作,该国可能因此成为全球首个承认外星生物存在的国家。 而火力君好奇的是,如果外星人是真的,那是不是意味着人类早就掌握了外星科技呢? 提起外星科技,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B-2,B-21,甚至是极速代表的SR-71黑鸟? 这没有错,它们仿佛天外来客一般充满迷雾,而真正让火力君觉得,是人类利用外星科技制造且属于人类的武器,应该是那世界上第一种可正式作战的隐身战斗机F-117夜莺。 早在80年代,内华达沙漠秘密研发的时候,附近很多居民都声称看到UFO,后来经过美国军方的澄清,人们才知道,他们当时看到的是正在研发的F-117战机。 也不能怪居民眼神不好,实在是F-117太科幻了。 它是至今为止唯一一个机身没有一条弧线的喷气式飞机。 其机身外表由全直线和平面构成,连同隐身涂料,以及隐藏和冷却处理的发动机,使其根本无法被雷达有效识别。 在雷达显示屏上,F-117的反射面积和一只鸽子无遗,隐身性能至今无出其有。 曾在巴拿马战役中首次亮相,随后又在海湾战争的阿富汗战争中大显身手。 而唯一一次被击落事件,发生在对南联盟空袭的科索战争中。 F-117对隐身的要求可以用苛刻来形容。 在外形上,F-117采用了RCS值极低且独特的多边形钻石气动外形。 全机下部没有任何突出部和外挂物,导弹、炸弹等武器全在机身或机翼内,发动机还进行过专门处理。 进气口和排气口都备有吸波挡板,且都在机身上部,并安装了降低雷达截面和红外特征的装置。 从材料上讲,F-117整机材料主要是以铝合金结构为主,大量使用复合材料,全机纯金属材料不超过结构重量的5%。 加上机体表面广泛使用了雷达吸波涂料和红外隐形涂层, 甚至连座舱和透明窗口的玻璃都涂有防护涂层。 所以,传统的无线电雷达在正常波段是完全探测不到F-117这架塑料飞机的。 据报道,F-117一共使用了6种不同的雷达吸波涂层材料, 如机身上采用了高效磁能耗能型的铁球吸波涂层。 在驾驶舱的风挡玻璃上,采用的是介电耗能型吸波涂层, 其整体RCS值仅为0.001平方米。 隐身性能相当优越,注意,由于这方面的资料至今依然是美军的高度机密, 此项数据目前仍存在争议。 但可以确定的是,F-117A的多边形平面隐身外形肯定受到了当时计算机技术的限制。 毕竟,在超级计算机出现后,B-2就用上了曲面流线型的隐身外形, 达到了现代战机所追寻的曲面和平面最优解, 而且还保持了极低的RCS值。 这对翼展52.4米的B-2来说非常有意义。 因为RCS值小,B-2在雷达上显示出的信号, 可能就和小型无人机或航模一样,容易被过滤掉。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现代战机为什么要结合曲面和平面? 简单的说,就是曲面代表了气动外形的优化索区, 而平面则代表隐身外形的优化索区。 当机身表面被分成若干个平面后, 机线状态下是近似成弧面的, 切分的平面越小,整体越接近弧面, 战机的气动就越好,但隐身就越差。 反之亦然,割到现实中, 隐身战机气动和隐身之间的最优解, 便是曲面和平面之间的最优解。 至于如何得出,那就属于计算数学范畴了, 这里就不多说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他隐身手段, 如红爱特征处理上, F117运用了红爱隐身的尾气冷却技术, 并将其传给了B-2。 其原理就是在喷出的燃气中混入阻燃的冷却气体,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像家用空调中的制冷剂弗利昂, 在气态时,就是阻燃的冷却气体。 当然,我们不是要给发动机装空调, 而是要在喷出的燃烧气体中, 混入气化的低温阻燃气体弗利昂, 以实现隐藏喷气式发动机的红爱痕迹。 当初被击落的F117残骸中, 就发现疑似弗利昂的液化气罐残骸。 据当时赶去看热闹的居民表述, 又闻到了类似乙迷的味道。 总之,F117为了隐身采取了多种措施, 它比一般飞机的雷达散射减面积缩小了2-3个数量级, 其红爱特征和噪声也显著减小, 不管从什么方向探测, 雷达几乎都难以发现。 因而,其突放能力和生存能力都特别强, 那隐身性能这么强的F117, 为什么还有被击落的记录呢? 1999年3月24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空军 对南联盟发起大规模空袭行动, 驻扎在意大利空军基地的24架F117A 也奉命参与了此次行动。 当时,野营的飞行员都觉得, 这样的任务小菜一碟, 凭借隐身的高隐身性能, 南联盟落后的苏制防空雷达根本不足为惧, 但在3月27日的夜里, 一架编号为82-806的F117A 正飞行在南联盟的领空上。 刚刚完成攻击任务的飞行员戴尔·资尔科 正准备返回意大利的空军基地, 突然, 一枚苏制萨姆3防空导弹就朝着它飞了过来。 来不及多想的资尔科上尉在坐机被导弹击中后, 果断选择跳伞逃生, 落地后有惊无险地躲过了南军的搜查, 最终被美军直升机救走。 资尔科的F117A是如何被击落的, 其具体作战细节至今众说纷纭, 可能性比较大的说法, 就是南联盟一个机智勇敢的雷达部队上校, 在固定的低空飞行路线上, 提前布置了多种雷达, 并利用长波段雷达进行探测, 整合数据后, 这才冒死打下了一架夜莺。 要知道, 南联盟当时装备有捷克生产的维拉E无源探测雷达系统, 该无源雷达的特点, 就是雷达本身不需要发射能量波, 而是被动地接收, 目标反射的非协同是辐射源电磁信号, 并对目标进行跟踪和定位。 这一特性是该雷达系统的隐蔽性极强, 即使是北约战机, 也很难使用反辐射导弹对其进行及时摧毁。 当然, 也有可能是丹尼上校通过F117的公开资料, 估算出了F117产生共振的电磁波波长, 应该在1米到3米之间。 而丹尼上校所在的第三是R50旅使用的预警雷达, 是前苏联的P18预警雷达, 最大波长正好是2米。 两者数据结合, 这才侥幸将其击落。 既然是侥幸, 那说明F117的隐身性能依旧很强, 那为什么仅仅复役25年就选择退役了呢? 有人说, 是丹尼上校迫使F117提前退役了, 因为丹尼上校击弱F117, 引发了一场反隐身雷达的技术革命, 让米波雷达的研究再次兴起, 反隐身雷达已向痊愈发展。 也有人说, 是因为F117除了隐身一无是处, 不仅航程差, 机动性差, 航速也是亚音速, 载弹量也仅有两枚, 光电系统更是天生残机等等, 满足不了现代战争对战机机动和超音速的需求。 不过火力军觉得, 除了以上两点外, F22的现身, 才是推动F117这么早退役的重要外音。 在F117出现后, 它让美军得到了拥有隐身战机的快感, 不过综合性能方面的不足逐步被放大, 导致其不得不被淘汰。 在基础性能上, F117机长20.09米, 机高3.78米, 翼展13.2米, 一面积73平米, 是一架单座双引擎战机, 它由两具通用电机公司F404涡轮扇发动机提供动力, 采用了一对高展线比的机翼和很高的后掠角双翼。 飞机的机翼前缘后掠角很大, 后缘呈W型, 尾翼呈V型, 最大速度0.92马赫, 比B2的0.95马赫慢, 更比不上F22的2.25马赫。 最大航程和最大起飞重量也同样如此, 今有861公里和23800公斤, 它仅能携在两枚导弹或炸弹, 其配置方案通常为挂在两枚总重约为1860公斤, 的激光制导炸弹, 或两枚总重2270公斤的GBO-15光电制导炸弹, 或两枚AM-9L-MR空空导弹和一颗B-6一核炸弹。 另外, F117为了隐身, 它居然没有安装雷达, 仅依靠一套整合精密导引和攻击系统的数字化飞行控制装置, 进行目标发现和锁定。 F117在起飞前, 驾驶员会使用史密斯工业公司的数据传输模块, 把目标坐标信息输入航空电子系统。 当接近目标时, 机上的红外捕捉与指令系统会自动对准目标区域, 驾驶员只居在专用显示器上, 选择目标和瞄准点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 该系统一旦截获目标, 就会自动跟踪目标, 同时会让激光装置照射目标进行测距, 并把目标从前世红外装置移交给下世红外装置进行目标瞄准。 虽然F117综合性能不佳, 但战绩还是值得肯定的。 F117第一次参与的大规模实战是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 1991年1月17日凌晨, F117A首次出击攻击了伊拉克军队的通讯指挥中心、 混凝土机库等大量高价值目标, 同时也拉开了沙漠风暴行动的序幕。 仅在战争第一夜, 就成功抵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上空, 并成功命中巴格达市中心的电信电报大楼。 在整场战争中, F117总共飞行了约1300架次以上, 击中了1600多个高价值目标, 占全部目标的40%, 总投弹量超过2000吨, 总飞行时间超过6900小时, 为多国联军迅速取得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过在F117服役后, 美国还陆续研发并装备了新式隐形战机, 如F22猛禽, 其隐身性能更好, 同时具备高机动性和更大的载弹量, 基本上就是F117能干的事, F22都能干, 而F22能干的事, F117不一定能干。 与之相比, F117几乎一无是处, 于是当F22战机服役后, F117便立即被军方冷落。 而除去F22外, 现役的F35也同样能够替代F117, 更别说具有先进隐形能力的B2、B21了。 像B2轰炸机, 一次飞行就能够携载16枚巡航导弹, 打击16个目标, 其打击能力是一架F117的8倍。 所以, 美军在2008年宣布纵红沙场25载的F117全部退役, 但事后发现这可能是战略忽悠, F117只是保养封存, 保持随时可以起飞的状态。 因为F117虽然在实际作战中已经没有太大价值, 但是在雷达研发和电子对抗等军事科研活动中, 仍然是难得的无法替代的装备。 至今仍不时有F117出现的消息, 如荷兰著名航空杂志Scarimba披露, 2017年在叙利亚, F117秘密参与了空袭任务, Classfeder Air 3X, 又或是2019年2月底, 有摄影师在加州死亡谷国家公园, 抓拍到了正在飞行训练的F117。 到了2021年时, F117更是作为教练机重返现役, 随着美军精确打击武器的不断增加, F117的地位早已不如以前, 但它作为隐身飞机领域的先行者, 开启了军用航空的新时代, 其在航空史上的地位仍是不容忽视的。 好了, 关于F117野营, 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